其实万表一诞生就已经划定了边界 必须宝 宝等于优雅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我是流行力 高级万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类 超薄万表 人中贵族 表中超薄 超薄万表就好像是人的side war 它象征了什么 大家自行脑补 2018年 伯爵创下超薄万表两大世界纪录 其中之一是超薄ultiplano 至真超薄谢灵 Ultimate Concept万表 两毫米 为什么是两毫米 这是为了呼应伯爵在1957年推出的 传奇机器9P的原始尺寸 是万表对超薄置表传统的最强有力的致敬 凭着这两项记录 伯爵彻底夯实了在超薄万表界的地位 足建了两毫米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 总得有人一起玩吧 宝格丽用短短十年 打造了超薄战队Octo Finissimo 并在2022年推出了1.8毫米后的Octo Finissimo Ultra万表 但没过三月 黑沙米了 发布了1.75毫米后的RM UP01 菲拉利 这三款表都是世界纪录 你选哪个 我们会说一下我的看法 超薄之争一直不消停 但两毫米俱乐部的组件 验证了一个极为专业但常常又被忽视的概念 超薄是一种复杂功能 跟陀飞轮万年令一样啊 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还记得超薄万表的参考值是8毫米 问题来了 超薄万表的标准或者说思维框架是什么呢 万表属于乐视品 Luxury也叫奢侈品啊 乐视品的特征之一 必须是有独门秘技 一看到某产品就想到某品牌 比如爱马仕之鱼皮具 如果这不是你家的独门秘技 即使做了也属于蹭热度 当然了 大前提还是要给购买者带来美好的体验 比如现在大家都知道 超薄也是很权威的辅大功能了 再比如前面提到的 骰咳 塞窝 其实万表一诞生就已经划定了边界 必须薄 薄等于优雅 资深网友都知道 日内娃品牌的表总是最薄的 这是日内娃产区品牌的强项 深暗优雅高级之道 作为日内娃品牌的伯爵 就自带超薄基因 战后 人们向往美好生活 对万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更高级 更优雅 甚至更华贵的万表 这个华贵指的是珠宝表 这让钟表界为难了 我们也想薄 但是机芯就这么厚 总不能表比机芯还薄吧 当时的主流业态就是这样 坐表坐壳来钱快 超薄机芯没人踩 当时日内娃的几个大牌 我就不点名了 超薄机芯用的是当时 以千巧著称的FP机芯 更薄的机芯没了 在这种情况下 瑞士深山里有一个叫仙子坡的地方 1874年建厂的伯爵决决定出战 细心的朋友肯定会问 以前不是说伯爵是日内娃品牌吗 仙子坡不算日内娃吧 这个我后面讲 伯爵打出的第一梭子 就是先搞出了世界上最薄的机芯机芯 紧接着是世界上最薄的自动机芯 1957年伯爵做出了最薄的机芯 9P机芯厚度仅为2毫米 1960年伯爵又开发了最薄的自动机芯 12P2.3毫米 这个世界最薄的自动机芯 伯爵用了一个开脑洞的设计 微型摆脱 这个脑洞其实是日内娃的另外一个品牌 Universa Renéff先搞出来的 但这个品牌后来被另外一个大牌并购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其实伯爵出寨是为了迎接更高的挑战 就是为宝石镶嵌腾出空间 这么说吧 如果没有超薄机芯 那个太太小姐们的珠宝表 就只能是石英机芯了 不专业也不高级 伯爵独立开发了小40枚自制机芯 包括25枚超薄机芯 打破14项世界纪录 稳居超薄王者的宝座 上世纪90年代的伯爵430P 因为鲜薄和经久耐用 至今仍然是生产和运用最为广泛的 超薄手动商链机芯 这期间有不少挑战者 比如最薄的石英表什么的 这个不属于咱们讨论的乐视品的范畴 就略过了 超薄竞争到21世纪进入了白热化 僵尸单顿 宝鸡 伯爵 鸡家 宝格丽 都分别在最薄自动表 最薄三问表 最薄陀佛伦表等不同领域先后领先 比如2000年伯爵600P机芯是最薄的 长方形手动上链 托菲伦机芯 但伯爵追求的是寻找超薄万表的边界 2014年伯爵把这个记录刷新到了3.65毫米 伯爵又开了一个脑洞 把机芯和表盒整合做出了最薄机械表 伯爵Altiplano 38毫米900P手动上链超薄万表 包括现在能买到的920P但直径是41毫米 也就是因为这个脑洞为伯爵成为超薄万表之王铺平道路 每个英雄后面都有一个高人 伯爵分别在仙子坡和日内瓦Planley Watt设有机芯厂和表厂 这个天花板机的脑洞啊 就是伯爵在日内瓦Planley Watt表厂和 Lagot d'orfe机芯厂的合作开发的结果 这个Planley Watt就是日内瓦的钟表圆区 你能想到的顶级品牌都在这里了 为什么只是顶级品牌啊 估计是租金贵吧 开玩笑的啊 因为配套也是顶级的 超薄记录一再被打破 搞得大家都有点选择障碍了 到底选哪个呢 厚度仅仅是一个维度 考察一款万表还需要调动更多维度 咱们挨个分析一下啊 RM UP01菲拉里 传统机芯表块结构 5G态表壳 用面积换厚度 表盘尺寸是51×39毫米 人家延续的是酒桶型的品牌风格 量一下你的手腕 带一个51毫米的平面酒桶是有什么感觉 哦对了 你得随身带一工具才能调时间和上弦哦 宝格丽OCTO FINISHIMO ULTRA设计理念也是取消了所有的垂直 硬件并且整合了机芯和表壳结构 这是伯爵用了15年的理念 表盘尺寸是40×40毫米 不防水 表壳材质是碳 表背是碳化物 素的都不像金属了啊 这个是宝格丽OCTO系列特有的外观 很挑人的 如果你能忍受这种哑光灰色的话 也可以啊 伯爵Ultiplano Ultimate Concept 简称AOC啊 机芯与表壳整合设计 机芯结构全面革新 防水30米 是2毫米俱乐部里 最实用的 直径41毫米 表壳材质是孤击合击 抛光打磨 价格约300万 限量 但是这个限量方式很特别 我会不会讲 我们讲乐视频有个消费效用 其中就包括腕表的压手感 那么薄的表 太金属表壳 戴手上跟没戴似的 消费效用就打折了 咱们中国人手腕戏 戴一个大薄片 只能在手腕上 效用也不理性 这三表的表盘面积 分别是2000 1600和1300平凡毫米 伯爵的AOC 在打磨 压手感 防水和尺寸方面 有明显优势 当然了 喜欢高级制表的朋友 也会发现 伯爵的机芯 是传统的高级打磨 所以选哪款 心里有数了吧 伯爵AOC 让收藏家能够欣赏和收藏 这里有两个维度 欣赏或者佩戴 在家的收藏 历史选择了谁 只有伯爵在持之以恒的 突破万表超薄的极限 从五六十年代的 9P12P 到九十年代的430P 一直是超薄王者 2014年的 开脑洞的设计 又成为超薄万表的天花板 2020年伯爵打怪成功 Altiplano 智珍超薄Ultimate Concept 获得了日内瓦中表大奖的 金纸真奖 宝格丽的超薄表 获得的是感动奖 关于价格和限量 如果你买一块 一百七十万欧元的 黑沙密了UP01 有九十九块同款 如果买一块 四十万欧元的 宝格丽的Octo Finissimo Ultra 有九块同款 伯爵的价格嘛 悄悄的说一下 跟宝格丽的价格差不多 我什么都没说 但伯爵的限量分特别版和致敬版 特别版 你可以指定家版和表盘的颜色 指针和主家版的润饰 还能任选同款或者撞色表带 保证你的AOC独一无二 致敬版就是股品 分钟刻度环的小圆点中 有两个略微放大的空心圆点 标志着 Altiplano至真潮包系列 Ultimate Concept万表 在7.47分诞生 而2.30分出的小窗格内 刻上了第一枚AOC万表的诞生日 也就是2017年2月7号 钢轮上刻着 Lago de Faye工坊的坐标 王者归来 如何面对新的挑战呢 真正的武术大师 手中无鉴 心中有鉴 伯爵设立 伯爵科技大奖 表彰研究突破创新 为微型化科技进程 铺路 伯爵已经不在乎谁领先了 因为超薄是伯爵的基因 如果你是个超薄控 咱们畅想一下 超薄万表下一个世界纪录 会是什么样 黑沙克密勒 RM UP01 腓拉里 1.75毫米 传统机芯表格构造 钛合金超薄摆轮 改进群纵机构 让机芯厚度降到了1.18毫米 如果投产的话 获得日内外大奖也是顺理成章 前提是到时候伯爵和宝格丽 不会再出更薄的表 从RM这款工程样机可以判断 既然机芯和表格分开的设计 可以让机芯厚度降到了1.8毫米 那么机芯与表格整合的设计 肯定能突破1.75毫米的超薄极限 这还是伯爵在2014年提出的理念 只不过不同的诉求带来不同的结果 伯爵的质针超薄 如果也拿面积换厚度 如果不考虑防水 肯定还能更薄 但我觉得纯粹拼数据没有意义了 毕竟表是用来带的 超薄万表的话题就先那么多 估计你有很多话要说 没问题 弹幕评论区抠起来 防尸联关注订阅一下 谢谢 再见 再见